花蓮市客家竹笋节 这个周末假期一连三天 是在花蓮市国庆里的 保民工热闹登场 每天都有四集闯关活动 DIY亲子体验 以及精彩的表演节目 这个星期六邀请到 知名的国宴主厨来担任 竹笋料理厨艺竞赛的评审 和现场的观众一起选出 最美味又有创意的料理队伍 活动期间 请来参加的民众都有机会 可以抽中大奖 花蓮市长魏家贤也邀请 乡亲在这个周末假期 共同来同乐 花蓮市客家竹笋节 今年扩大办理 8月19号到8月21号 一连三天在国庆里保民工 任劳登场 市长魏家贤感谢在大家支持下 让今年竹笋节能够盛大举行 他也希望透过活动举办 让年轻人喜欢上客家文化 也让更多人来认识客家文化 也许公所的预算很少 但是我们每一分钱都用在Double上 让每一个活动尽善尽美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曾经也办过类似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 借由不断的活动来增加客家文化的品味 也让更多人了解客家的美食 客家的饮食 客家的庙宇 让更多人能够深入其中 那我也希望更多年轻的孩子们 能够爱上客家的文化 那也期盼 这三天的活动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到 客家文化的真正的意涵 那我们也持续的也把这个活动 规划在今年的预算 让明年的市长能够持续来办理 那在此也要恳请我们代表会的支持 那预祝我们未来 每一个族群的文化 都能够顺利推展 那在此感谢所有帮助 我们这活动的每一个好朋友们 一连三天的竹笋节 有30多个摊位 办售美食手工一瓶等 民众在市集中消费 满百就可以兑换摸彩券一张 最大奖是70寸的液金电视 同时现场有趣味闯关游戏 让大家在游戏当中可以认识客家文化 每天活动不同主题 星期六登场的是竹笋料理厨艺竞赛 各组队伍大展厨艺 利用竹笋做成各式的美味料理 香味肆意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品尝 星期天则是有知名艺人登台演出客家短剧 让观众可以一睹演员们现场标系的风采 市长威嘉贤表示 花莲市客家竹笋节活动非常精彩 好吃好玩又有趣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